排排排 開車的人都知道 要在市區找到一個停車位 真的是相當困難 但是不代表你就可以回歸輪車 在竹北地區文新路上的一間 連鎖咖啡店前面 幾乎每天都是客滿的情況 為了要買飲料 停在紅線上已經不稀奇 現在還直接停到人行道上 停在那上面嘛 那門路程車就是不能停在那邊 那是人行道是嗎 對 有許多店家不堪其擾 紛紛貼出禁止停車的公告 希望駕駛能夠將心鼓心 因為這一台都是紅線 所以這一台都是不能停 所以就很會停車 還有民眾抱怨 警察在取締前 都會掀開閃光燈和鳴笛 來提醒車主 甚至只是拿罰單本下來晃一晃 果然許多駕駛一看到警方到場 立刻跑出來把車子開走 這也差不多每天我們都會來這邊行 尤其這人行道 真的會把新人吸在地上 所以我們開個貨車站 警察一開完單 記者在現場守候 不到15分鐘紅線又被停滿 更有車輛直接大喇喇開上人行道 其實在100公尺外 就有一個新瓦屋客家文化園區的空地 在沒有辦活動的時候 就能當作停車場使用 只因為大家貪圖方便 所以都直接圍停在這 造成附近居民的困擾 記者何孟謙林指揮新竹採訪報導